你住的地方是不是经常能看到彩虹呢? 我就没那么幸运了 小时候听人说 下雨之后会有彩虹 我就经常望着天空发呆 希望能亲眼看到彩虹是什么样子 也许是因为空气污染严重 我在家乡从来没有看见过彩虹 后来我搬到现在住的城市 有一天下午下了一场很大的雨 雨过天晴 太阳出来了 天上还挂着一道大大的彩虹 那个景象好看极了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电视上看到的彩虹 根本没有那么壮观 那么漂亮 我非常兴奋 拿出手机左拍又拍 可是怎么都拍不出那种真实的美 彩虹不只是一种自然现象 共是神与挪亚立约的记号 神说过 红必陷在云彩中 我看见 就要纪念 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 所立的永约 我们的神 真是一位伟大的造物主 居然会想到用彩虹 这样漂亮宏大的设计来立约 每当彩虹挂在天上 神就会想起自己所立的约 祂是信实的 永远不会忘记这彩虹之约 搭约 当彩虹的流失 音乐 可以 其实是顶尖的 也很容易 优优独播 你 优独播 什么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